大家好,我是叶飞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应用 我让2.5的话去帮这个橡胶的倒查 首先我把这个内人啊 这里做成一个面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呢 这里展开 那怎么展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先制流动的这个命令去展 我们先做那个起始线 那个目标线 我们展开15度 我们把这个线啊 压平 这里给大家 打断 新就线呢 这个地方修一下 这里可以 这样子 然后展出来看一下 嗯 这个 基础线 依次 选取 目标线 这个面 这个是限制线 连展 啊 这个面呢 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度 三十四 三十四点二 差零点四 我们把这个这个位置啊 移上去 0.4 我移0.5 把这些线 重新弄一下 把这些线 重新弄一下 限制线 这里一点点保持结构 然后这里点延展 好 这个面出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测墙 是不是结构线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数值方向啊 它都是一样的 啊 有了这两个面之后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取面流动 我要变的是这一块面 这一片面 因为 仔细看这一段啊 这一段 我们这两头 这也是没变的 为了不分割 等会我们在流动的那个地方 再加一个局部 这个多对多流动 选取基础面 选取目标面 这里呢 加个缓冲 我们加到10吧 就是这个是为了编上了 它不用分割 这边我们用进场 点确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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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已经出来了 回退一下 我们拿来做一个对比 找射一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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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您看到的呢 超过的这个范围啊 它都不会动的 这外观呢 也比较顺 我们 我们再来切一个截面 看一下 基本尾口 差一点点 基本尾口 差一点点 很快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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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对 对